我还是要跟那个太超级人讲 我的意思是说要对焦要对等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这样子谈 因为我们参加过很多环境会 或是都市计划会 那大家谈的都没有对焦 就是前面一个人讲 后面一个人讲完全不一样的议题 所以我们需要一段一段一段来对焦 那如果说实际办的 我们只能这样子的形式 然后说如果我们 如果这边联盟办的 那实际这边愿意去参与 然后说他也只愿意 只可以讲五分钟一点没关系 那我觉得这样子 推来推去没有意思 要不要可不可以一起来办 然后就按照行政程序法的准 准用他们的程序来办 那这样一个一个对焦 那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对焦 比如说刚刚有一个年轻人 提到那个逻地板面积的算法 那跟长风就算法不一样 那就需要这种对焦的方式来进行 那我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我想还有很多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楚 那个例子是怎么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刚刚提的问题是说 那保路区现在可以使用的 楼地板面积是多少 那刚刚长风讲的数字 我如果没有换算错 是大概一千匹 那现在实际这边准备送审的 是九万三千匹 那所以是差了八倍 九千三 九千三跟一千啊 就差了八倍 差了九倍 那所以我想大家就会来想说 那所以我们这几个中心 它的分别的楼地板面积的需求是多少 那是不是有一些 可以不必一定在这个基地 可以换到别的地方 那有没有可能一千匹 能够达成我们的这个需求 那最后关于合法性的问题 如果台北市政府可以相信的话 就不需要绿党 我就回家了 如果台北市政府可以相信 那所有的开发商都讲这句话 都说合法性问题交给政府决定 美丽湾也是这个样子 我不是说慈激 跟他们一样 我是说我们想知道 你们怎么去想合法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也在这个地方 如果还有机会 也在这个地方对焦 你们怎么想这个问题 我们想要知道 因为不是说相不相信政府 而是政府的关于合法性的状况 我们看到过去太多的例子 那如果到最后还要去打网民诉讼 我想那个都不是很好 就是说这个合法性的问题 应该是开放给公众 大家一起来监督 那实际的想法是什么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谢谢 谢谢您把握时间 因为真的因为这个时间上 有很多要回复了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来进行回复 好 非常 谢谢 谢谢大家